中央电视台中国影响力 2006年9月2日 一场由民间自发组织的预期展览在北京举行 这些从民间争洁的古代预期藏品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他们的年代横跨了五千多年的历史 如果我们去思索玉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得出的结论是惊人的 玉文化已经成了传统文化无法分割的一个部分 人们不需用最美好的字眼来形容玉器 而所有与玉器相关的词语也无不代表着高贵 圣洁 玉在中国人认为是美好的东西 玉是带有玉字的这个词呢 都是好的 玉就是美好的一个代表 古人说 君子无故 玉不去身 大丈夫 宁为玉碎 不为拔全 美丽的容颜 是花容玉貌 辱花似玉 高贵的品德 是冰清玉洁 温润如玉 连日常饮食中 也偏偏灌以玉的字眼 美味佳肴称为玉石 美酒称为玉叶 而直到今天 在享受着现代文明的人们 也依然愿意在身上陪戴一件小玉石 它寓意着吉祥和幸福的愿望 我们这个民族历来是说的一句话 叫做知身 拿着自己的身体 要当一块玉一样的对感 老一代说 下一代 你想成才吗 你想成一个人才 你就应该像一块玉一样 必须经过切磋锅 这里是出土玉气最早的地方 它位于内蒙古赤峰式的 一个古老村落 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十多件 用玉气制作的工具和装饰品 它们距今已有八千多年的历史 学者这样解释原始玉气的产生过程 在人类的童年时期 随着磨制石器工艺的改善 人们逐渐萌生出了最原始的审美意识 它们选择一些美丽的石头 或者是贝壳 兽牙 制作成简单的装饰品 这是人类最初的文明 没什么 我打不吝发 感谢观看